法国总统马克宏连任成功在巴黎铁塔下举行庆祝派对 而这个对马克宏来说政治生涯最重要的时刻 也是各国领袖套交情的大好机会 但美国总统拜登却尴尬承认 他在24号晚上去店祝贺 居然无法与马克宏本人通话 纽约邮报评论指出通常元首之间的通话 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避免意外情况 也就是说拜登在预定时间打过去 马克宏可能认为这通电话不重要 法国媒体也在事后形容拜登措施良机 但也证实美法两国元首 已经在法国时间25号傍晚6点45分 也就是拜登打了第二次后才顺利通话 但拜登是否遭到差别待遇 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可是只打一次 马克宏就有接 泽伦斯基通话之前早就在推特上贴文 大赞马克宏是真朋友 不过其实在马克宏为了拼选举忙得 焦头烂额的时候 泽伦斯基可不是这么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曾在法国大选 第一轮选举之后就批评马克宏 据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种族灭绝的行为 感到受伤 当时马克宏还为此花了不少时间澄清 除了西方国家祝贺马克宏之外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25号 与马克宏通电话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中法关系 愿从法方一道 秉持独立自主 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 互利共赢的建交初心 习近平祝贺马克宏胜选连任 强调中法都是具有自主传统的大国 并说国际形势历经深刻变化 中法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略有8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就能够买得到